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请不要低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意看衰中国等于自我欺骗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的4月2日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很不寻常 标题为 中国仍然在崛起请不要看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之前说过 相比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这些传统的新闻评论类媒体平台 外交事务与外交政策相对专业一些 比如美国的政治人物 乔治凯南尼克松基辛格到现在的沙利文都在外交事务上写过文章 而他们的一些论点大多数在后来都变成了美国政策的一部分 根据中国准外交部长刘建超先生的话 外交事务杂志是中国各大院校有关国际关系方面学生的必读刊物 为什么说这些呢 因为自去年七月以来 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开启了畅衰中国的狂潮 相对专业的外交事务也没能幸免 我也分析过其中的一两篇文章 不过最近几个月 外交事务似乎远离中国了 是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把侧重点放在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巴以冲突 这一回突然有一篇用中国仍然崛起的标题的文章 的确很不寻常 因为它不符合常理 我们知道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基本上一三五威胁 二四六崩溃 周日做礼拜 这些文章呢 只要你看多了 给你个感觉就是 中国立刻马上可能就要完蛋了 不行了 但是依然能够威胁到美国 威胁到全世界 在这些小爽文携手那里 中国成了薛定谔的猫 你不知道是崩溃还是威胁 四月二日外交事务杂志的这篇文章 开场就与众不同 作者说 是的 中国现在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房地产市场低迷 与西方国家特别与美国的关系趋于恶化 加上人口老龄化 是的 这些问题 这些挑战不小 但是相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根本不算什么 解决那些现在所谓的挑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另外不要看中国经济增长率没有以前高 但是我们要知道增长量依旧是美国的两倍 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 怎么看 美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家 有些东西宣传归宣传 专业归专业 宣传永远是给别人看的 专业永远是留给自己的 作者是谁呢 尼古拉兰迪 这个人是中国近代贸易与经济史的专家 写过多本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学者 这个学者对中国非常的了解 当他提到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面临的挑战的时候 说明这个人与那些大众媒体小爽文写手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要明白 美国的学术圈精英圈 根本不相信大众媒体的那些宣传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认知 中国经济怎么样 这些人心里非常的清楚 而美国的普通民众与专业人士是严重脱节的 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 西方自由式民主本来就是一个给精英的游戏 至于那些普通人 让他们沉迷于自己的阴谋论和奶头乐是最好的 机会永远不会给予他们 作者从如下几个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 同时反驳了小爽文写手的这些观点 首先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小爽文写手的最大重灾区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经济停滞 甚至开启了日本式失去了的30年 这里边有一个悖论 作者给提出来了 2019年疫情一时到2023年底 中国经济增长了20% 美国仅有8% 为什么中国的GDP对比美国从2021年的76%下降到了2023年底的67% 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这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跟美元汇率的 以及美国和中国相应的政策 稍微懂点经济和政治的都会明白这个 但是绝大部分美国人不清楚 作者论述两个原因 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 首先一个有关通货膨胀 中国远低于美国 直接导致2023年汇率GDP 中国增长4.6% 实际的增长是5.2% 美国呢 汇率GDP增长了6.3% 但实际增长2.5% 中国5.2% 美国2.5% 正好是两倍多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由于美国加息而导致的美元汇率上升 使得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反映在纸面上的就是中国的汇率GDP对比美国是下降的 作者认为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因为只要美国开始降息人民币汇率上升成为必然到时候说中国经济又复苏了游戏不是这么玩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发表这篇文章呢很有可能是在配合美联储的降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一旦降息中国对美国的GDP比重一定会上升 首先要打一个提前链 失落的企业主和在家代业的文艺小青年来证明他们的论点 作者认为最好还是让数据来说话 如果信心指数下降那么储蓄率应该大于消费率 但是整个2023年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了6% 同时消费增长率大于储蓄增长率也就是说所谓的消费者信心下降是假的是不真实的是小爽文携手的宣传 第三个小爽文携手的重灾区通货紧缩 这个里边的话术是这个中国不是要搞内循环吗 中国搞不了内循环全部依靠出口 如今贸易已经不行了 因为美国的打压美国的打压是成功的是胜利的是伟大的 所以现在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只有通货紧缩了 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萧条 这是这些小爽文携手所要达到的目的 作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传统意义上的通货紧缩 首先讲到了消费者价格指数 总体上升了0.2% 但是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上升了0.7% 证明了家庭仍然在消费而不是等待更低的价格 其次生产成本在2023年广泛的下降 原因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主如果面临的是通货紧缩 会利用这个时间段清理掉一部分债务 但是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反方向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的企业主们加大了借贷 并且在制造采矿公共设施与服务方面大规模的投资 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萧条 第四个小爽文携手的重灾区在哪里呢 中国的房地产要完蛋了 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只靠房地产 如果没有房地产 中国的经济就崩溃了 小爽文携手们 有关中国的一切事物 都是永远的那么的轰轰烈烈 即使要崩盘也是全方位的 14亿人的 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数字概念 作者认为 在中国2023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新房屋建设2023年的数据 对比2021年下降了50% 这个绝对是一个问题 但是从2021年到2023年 房产投资仅仅下降了20% 与此同时旧房屋完工首次超过了新房屋的开始建设 这个说明什么呢 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调控 让银行继续向可能完工的项目发放贷款 而不是粗放型发放 这个说明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于进行的有效治理 这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而不是关注那些衰退的 或者可能导致全方位衰退的数据 中国政府知道在房地产上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进行有效的管控 第五个小爽文携手的重灾区在哪呢 中国的有钱人正在大规模的向外国转移资产 也就是应润尽润 中国的有钱人不想在中国玩了 这个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论点 就是在习近平执政之后 中国发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 但是作者认为有数据支持吗 根本没有 2014年以后 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占比的下滑 全都集中在房地产开发 如果不包括房地产行业 私营企业投资在2023年上升了10% 有几个企业家跑了 是这么回事 但是通过媒体的包装和宣传 显得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大 把他们显出来了 但他们能代表全部吗 根本代表不了 绝大部分的中国私营企业家留在了中国 2023年底中国的家族式企业在2023年扩大到了2300万 达到了1.24亿 总共创造了三亿个就业岗位 那这些东西是基本的事实 小爽文写手给我们刻画出来的中国是一个他们想让我们认为的中国 而那个中国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 作者认为现在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是西方应该如何认识中国 这一点非常关键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前景非常光明 如果我们在认识中国的方面做的不好 可能会失去大量的机会 当然了 最近有很多回旋标 可能这就是小爽文写手 聪明反背 聪明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回旋标回来 达到了自己的身上 使得美国的企业主错误的认识了中国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没有从中国下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增长 大规模产业升级当中分到一杯羹 这可能就是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了 当然了 这些东西还有待观察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作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应该改变了 否则会失去机会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